这个地方是说我们一起的生命 在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是有人所的 一个是能念的心 一个是所缘的物 物质的物 那么我们习惯性 我们在念心是攀岩心 所以跟物质接触的时候 就对这个物质有所住 有所住 就是这个心就住在物质上面 那么住久了以后我们已经忘了我是谁了 我们的心开始被物化 被物质通化 变成一个固定模式的自我意识 所以佛陀在讲见性不变随言 随言不变的时候我们很难承担 我们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关系 我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的思考变成固定化 我们的思想变成固定化 行为已经变成固定化 已经被物质通化 因为只有物质才有固定的形式 所以我们因为被物质通化以后 我们失去了佛陀广大的功能 就像这个大海啊 湿气的变成一个小水泡 那追根究底就是我们心中的 被物化以后的那个子曲要把它破掉 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 见性不是一个固定模式的物质 其实我们可以去产生更大功能的 因为它有随言的作用 前面的两颗都是说明了见性不是物质 那么这一颗是反正物质不是见性 身为一个物质它没有明了性 所以前面是认为证明见性不是物质 这个地方是证明物质不是见性 当然佛陀都是用相反的方式 什么叫相反呢 先假设物质是见性 假设物质是能见 我们先假设 说好 我们假设物质是有明了性的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就要说明了 物质是有明了性的 那你现在看到桌子的时候 桌子也看到了你 乳记见物物易见乳 那这样子呢 人所的体性 有情无情的体性 产生了杂乱 因为你能见的是有明了性 所见的物质是没有明了性的 那么这样子到底是谁是人是谁是所 谁是主动 谁是被动的配合 完全杂乱 那么再进一步来说呢 你阿难尊者的个体跟我佛陀的个体 乃至于世间的一切有情无情的相状 这种世间相完全被破坏 都不能按理的 所以说啊 这个物质是有明了性 这个是不合理的 非常不合理的 这一下做总结了 所以阿难尼应该知道 假若 你依止见性见到一切物质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见性 就是你自己的见性 你的见性是周遍法界的 而祭族万德万能的 这个不是你本来就祭族的见性 那么是谁呢 你还不敢承担 那么我们看最后总结 银河至以如之真性 性如不争 岂我求死 这个地方佛陀做一个总结 说银河 这个银河有喝者的意思 说你为什么 你到现在 对于你的本来面目 对你父母未生之前 你真实的心性 亲近本然周遍法界 随眼显现无量功德的这种见性 你还产生怀疑 性如不争 你还不敢执下承担 就是不敢承担就是性如不争 如此的见性 你还不敢执下承担 其我求死 你还期望我来为你证实 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呢 为什么还期望我来为你求证呢 这个就是你踏踏实实的见性 你还不敢承担 还要我来跟你开示 还要我来为你做证明 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 喝者的意思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已经失去本来面目太久了 我们离开我们的本性 就像这个乞丐啊 离开这个 大富长者家太久了 就流浪太久了 自己已经被乞丐化 你在乞丐做久 被乞丐化 那我们现在这一年新年 医子攀岩心攀岩色身相畏处 六成的境界 攀岩久了时候 已经被物化 被物质同化 所以我们听到一个 随言不变 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随言显现妙用的这样的一个 既空既假集中的心性呢 我们恍而 就是你本来的东西 你恍而不敢承担 那不是你的东西 你抓着不放 变成这个样子 这个物质同化不是只有 在家居时 你有时候学佛都会被物质同化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你看六祖坛经 有一个叫法达法师 法达法师呢 他很用功啊 那么他去见六祖大师的时候 跟六祖大师顶礼的时候 头没有完全着地 当然六祖大师是明言人 他一看就知道 忍者心中必有一物 你心中呢 一定有一个东西 物在障碍你 已经被物化了 当然法达法师说 对啊 我的心中有一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讲出来 他说我送花花经 送三千步 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一部花花经差不多 正常速度到大概六个小时到七个小时 假设你一天送一部 你要送八九年 才能够送三千步 每天送一步哦 28品 将近七万个字 那么你送花花经 送三千步以后 我们送花花经 然后把这个花花经当做字体 当做我们的心就注在花花经嘛 然后呢被花花经给同化 变成把花花经这个法放在心中 就是我法二子 我们叫做自我意识 以这个当自我意识 当然这个是比较好的了 清净的法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六主大师就破唐 他说啊 你要知道佛陀讲花花经的目的呢 是假借花花经的经文 让你能够开始误入佛的自见 让你误入本性 不是你执着花花经那个经文 你执着三千步 所以 他这样子送花花经变成人天福报 他那心被花花经所转 心迷花花转 他的心呢跟着花花经走 所以他一直执着啊 他送花花经三千步 信中一直把这个法放在信中 结果失去了他的清净的本性 所以这个时候 六主大师破他以后啊 他当下开悟 他讲一个寄宋说 说啊 宋经三千步 曹西一记王 你看他送信三千步啊 他一直执着这个花花经的经文 一直执着花花经的功德 把这个功德当作自我 结果他的心呢 放弃了世俗的东西 而执着花花经 已经被花花经物化了 物质化了 固定化了 那么他说啊 还好一到六主大师啊 宋经三千步啊 曹西一记王 你一记王就把我破了 他说啊 为民出世之啊 临谢累生狂 我如果不能够了解佛陀出世的本怀 就是要我们透过经文明心见性啊 我还以为说 宋花花经 这个就是一个功德 假设我不能够明白佛陀出世的本怀啊 我不能卸脱生死 宋花花经变成怎么样 第一个成就一个大的福报力 第二个成就一个未来得度的善根 如此而已 因为你怎么样 你被花花经物化了 固定化了 物质化了 所以他说啊 这个羊鹿牛全色 初中后赡养 谁指佛宰内 言是法中王 最后一句话最重要 其实在三界的佛宰的这念妄想的心 就是佛陀所证众生本具的清净本性 所以你看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 物质是固定的 形状是没有明了性的 那么我们的见性是有明了性的 它绝对不是物质 它是一个心法 那么我们因为在物质上执着太久 所以已经被物质同化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希望能够 透过种种的证明 把我们的本性恢复起来 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看第二段 是无大小异 那么物质这个地方 其实佛陀都在证明一件事情 就见性不是物质的 就是这个观念 那么物质是有大小的 你看桌子比椅子大 椅子比福祉大 既然是有形状 它就会产生一个大小的对立 但是见性呢 身为一个我们众生本具 诸佛所证的本来面目呢 它没有所谓大小的差别 对 谢谢大家